飞缩地线机、大机飞缩、工业厚料缝纫机、机针等大机退件 总共30余种产品 目前我公司产品已经行销全球20多个国家 首先在安装传动皮带之前 先骗动电源开关 观察电机是否按红色箭头指示方向转动 安装 拖键盘 拖拉盘 安装机械料到 大 然后将底线穿过加速器与纳盘 摆太盘 最后拖拉盘转向上 启动电源机器全自动运转 线心照好后 剪线刀自动剪线 如何调节线碎的直径 首先打开机器罩壳 松开线碎调节 螺丝上的M6长螺母 然后用手转动滚花打螺帽 顺时针转动灯档 逆时针转动减小 并调整摆线杆的高低 转动摆线下调节 顺时针转动升高 逆时针转动降低 如何调节线碎长短 首先松开骨粥 可调偏心M8一螺母 再用大号移开头盘子 卡进可调偏心的方头的刺 逆时针旋转 摆线杆的摆动距离增大 及长度增加 反之减效 同时 根据线碎的实际长度 调整剪刀座的位置 线碎松紧度的调整 请调节夹线器的松紧度 和圆板格帽 顺时针旋转线碎电竞 逆时针旋转线碎电竞